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 我是梁思雲 還有何志光 我們又回到一周大事回顧的第二節 第一節有講了民主黨的林子健 丁書基事件 另外是被拐事件 還有蕭定一 報假案事件 蕭定一 蕭若元指債賦還的新聞 我們今集回來講講全球疫情 大家如果有興趣記得我們五大請求 要去到讚好 訂閱 留言 讚好 還有按鈴鐺 多點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先講講全球疫情 中國我們看到疫情的數字越來越低 先報一下 香港現在有確診的人數是845宗 較上日 今天錄的時候 會多了43宗 其實是越來越多 我們不如數到現有確診 香港現有確診已經去到668宗 我就不去報多少人出院 多少人死了 死就大家知道四個 所以大家很鬆懈的 覺得死的人少就鬆懈了 但668宗 即是說 香港現在正在用668宗 隔離病床處理這個疫情 668宗 其實都算是 開始令到香港的醫療資源緊張 很緊張的 因為還沒去到絕境 因為李漁門度假村 又建了很多小屋 那些人又覺得 那些黃絲不會說 粉嶺燒了那個村 那個電機房 搞到沒有了的問題 但今天香港 的而且很多隔離設施 越來越緊張 政府又好像處理的方法很 其實你看到許樹昌 經常都叫大家 不如 你們想想一些新的方法 其實這些方法 我們過去這兩個月都會講 比如說建一些臨時醫院 用了會展 用體育室 比如說舉例 其實我也要提的 比如說我以前在節目沒有提的 就是大學裡面 原來八家大學 都有很多的室內運動室 那些運動場 是被他們用來搞校慶 搞什麼搞什麼的 那些場是可以用來做醫院的 臨時醫院的 不止你想到的灣仔會展 或者亞洲博覽館 又或者 有一些灣仔大的運動場 灣仔運動場 或者小西灣運動場 或者其實我在香港還有其他不同的運動 大的運動場 你可以考慮使用 但是問題是 政府呢 過去這兩個月 可能只是搞了 你圓門度假村的隔離設施 然後其他就不做太多了 這個都會令到我們覺得 我呢 過去這個星期呢 做的節目呢 很低view的原因 在政治揭露呢 我就是不斷說這些 我去緊張 我去緊張就好像我的傻子 那我自己在那裡 瘋了 緊張 那你現在是不是說這條片 都應該低view 不是 這條片多數都會的 是 因為其實我們一說疫情 都已經沒有盈利 然後大家都盡量打壓 因為 某一些控制媒體的組織 他想香港人鬆懈 我說緊張的事情 你最好就按到他沒有人看 喂 可能我說蕭若元很juicy 大家看八卦 大家呢 好像說 你明白這個世界呢 就是 自己摸街就不開心 但是看人摸街就真的很開心 我不會 我不會 如果我有一天看到你這樣 我不會 看誰摸街 我看蕭若元 看林子健坐牢 我都陰陰嘴笑 那不如各位觀眾留言 你不如告訴我 你最想看到哪個人摸街 我跟你說一句 你明白嗎 不如大家留言給我 但我們的鬆懈 將會我們摸街 不過我想說 有關疫情裏面 其中有個朋友傳給我 他說4月3日 都是我們今天錄的日子 就是一個立場新聞 他是一個圖 他說武漢肺炎 你看到他說武漢肺炎 就知道他壞了 對不對 全球確診的人數已經達到100萬 他不願意科學地接受 世衛客觀的定名 我反而想說 大家不要再討論立場 會不會講武漢肺炎 這些偏頗的傳媒 他一定會 我想大家 我們又拆解一下這個傳媒 他說美國有多少人確診 意大利這樣確診 他排列是用一個大家有多少人確診的數字 美國有二十幾萬 意大利有十幾萬 西班牙有十幾萬 香港有八百多人 零零四四 中國就有一顆星星 其實他是很卑鄙的 當然 我們會展示一下圖 給大家看 簡單來說 他說中國的數字是假 他用什麼方法去說他假 其實他沒有說他是假 他只是打顆星星在中國的旁邊 他說這是官方數字 但是我真的想說 哪一個國家出來的數字 不是官方數字 現在立場找個人過去數 原來加拿大有一萬多人 難道逐個找個人數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我不在英國打顆星 因為英國已經認了 他的檢測能力太差 他要增加檢測能力 我明白 現在他質疑中國的數字架 他以前這兩個月 他看著中國 是排第一的 他的累計數字 永遠都是第一的 好像 好像直至永遠 他們是很興奮的 現在 有四個國家 爬了中國頭 他就開始心理不平衡 他加這顆星 但是問題是 我也可以用他同一個邏輯 加一顆星在英國裡 因為英國 他自己的佛系抗疫 是已經有很多英國人在罵 英國人就說 我現在已經有徵狀 但是政府不讓我檢測 我求星也要多拖一段時間才去檢測 查理斯黃絲和約翰遜 香港就馬上檢測到 是不是 但是如果 英國政府不肯檢測 他不夠檢測劑 英國的數字應該是 34,173 是假的 應該要這樣暗示 為什麼你不在英國打顆星 英國也承認了 約翰遜政府已經承認了 說他要增加他的檢測能力 為什麼我們香港這麼多個案子 這麼大量在英國回來的人 是中了 大家也沒得爭 3月12日 約翰遜說 全民免疫 這個概念 就是大家中了 就有免疫力 然後就嚇到大家有這個逃亡潮 3月12日到現在 現在是4月3日 就是我讀節目那一刻 那你數下去 就三個幾星期 是不是 就是已經是二十日有多 二十二日差不多 那這二十二日裏面 香港的Case跳到八百幾 裡面是有大量的Case 是由英國美國那邊回來的 那你們應該質疑英國的數字是假的 三萬多是假的 就是你們是不是代表你是漢奸呢 你立場是偏頗呢 他肯定是 是不是 你為什麼這麼心理變態呢 你說你不抵得中國 你也只是騷擾個累計確診 為什麼你不騷擾現有確診呢 中國現有確診跌穿三千 看多一次 我不好意思 我阻礙你 但是三千 現在是二千七八十六 我做節目這一刻 武漢 現有確診 你說呢 累計確診是沒有意思的 那些過去了 醫好了 你說來幹什麼呢 現在武漢 跌穿一千了 累計確診 我在六節目這一天 我終於等到跌穿一千 九百八十七 每天跌八五至八七 一百八十個個個案 我估計 兩至三日後 武漢 武漢呢 跌穿六八 而香港呢 應該就會 爬了武漢頭 講現有確診 我們香港人應該要羞恥的 武漢這麼嚴重疫情的地方 他的現有確診的案子 我知道有三千多人死了 武漢曾經有五萬零六個案子 是累計的 但是很多都已經過去了 醫好了 現在香港的現有確診 已經快要超越武漢 成為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城市 當然當中有很多問題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 那些回來很多的 也都已經不是欠外國護照片 所以我歡迎他們回來的 是啊 我覺得我會承受這件事 我承受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們不可以 我們要問回問題 現在香港這個疫情 不是中國連累我們 那時候二月你又罷工 是因為你們認為中國會害死香港 才會搞罷工 按理說罷工夠港 不如我們問一下羅冠聰 你贊不贊成封關 是嗎 他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封關才回來 是啊 那究竟他們贊不贊成封關 還是他們現在回來 他們的子女都回來 就說贊成封關 我們原則是不是很一致 一直都反對封關 他是香港人我給他回來 我一直都是說這件事 你在大陸的香港人 還是在美國英國的香港人 我都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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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都是 什麼 你回來香港 因為你可能不安全 真的安全 那你回來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歡迎你 我一直都是一致的 但是你們黃營 沒有人格 雙重標準 雙重標準 你那種叫做大西超 逐點說叫做大西超 你那種叫做不公道 你只是看中國 那你現在問題是中國 你說他的數字是假的 現在外交部華春瑩 他剛剛就說 他留意到有一封公開信 其實他就希望大家 都理性、冷靜、正面、積極去回應 也都希望美國去到 不要互相攻擊 唯有團結 大家才可以取得勝利 因為現在這是一個全球的疫情 其實還用來做一些政治的資本 為什麼還玩政治呢 在英國就說 中國這些是掠奪性的門助 中國境內聽到這些詞 我會覺得 中國幫意大利 扔一些物資給他 或者扔一些物資 甚至給加拿大 甚至給紐約市 你美國 你一天到一刻都在搞中國 但中國不是給很多 可能都是數以十萬計 就算一百萬個口罩 都不是多 對今天中國的產能 中國今天的產能 一億兩億個產能 每一天 但是 中國在鼓吹 大家都是一個地球人 大家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大家有事 某一個程度上 我除了顧好自己的國民之外 我都盡量幫一些你 對不對 其實 加拿大還未釋放孫晚舟 你按喬來說 你應該是不要傳 完全 這是一個敵國來的 加拿大可以說 你有什麼理由 你扣住孫晚舟 而是你沒有一個正當的理由 我們也是下一節會再講 在我們這一節完結之前 其實我有一個 剛剛有朋友傳給我 就是有一個內地的漫畫 我看上去很感動 很長的意思 不是古蹟長 是他的畫畫畫得很長 就是從春節開始 然後很寬天起地 誰知道就遇到疫情 給不到你了 很長 很漂亮很長 一會兒會插影片 即是畫面 即是慢慢送上去給你 中南山和很多人 大家齊心去抗疫 其實雖然很艱苦 很艱苦 但是大家都很齊心 希望大家都為疫情 希望他快點過去 明天會更好 我仍然都相信會更好 我也是堅持 我都不建議封關 因為我們有很多小朋友 除了這些 可能你用這個來做結尾 是很漂亮的 不過我又不捨得讓他完 因為你明白嗎 我們開第二套片 一說疫情 是真的一定被Facebook禁止的 因為被YouTube禁止的 他不想大家對疫情有任何的警告 不要緊 我都說我沒有 但我有些說話 我想繼續說 因為我在那邊 有時候我都做到沒有心機 不要沒有心機 我看著那些視頻 是敏感的 是不是 大家留言 給何志光 不是 說真的 過去一個星期 政府 我們去講緊張 講中國如何慢慢變好 中國現在已經 他已經真正在用他的行動 他告訴你 你說他的數字是假的 我是不是關了那些臨時醫院 是不是假的 十四間都關了 即是真的那些病人出了院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真的 現在說武漢解封 現在你說武漢的確診數字 跌穿一千里是假的 他過幾天就解封了 整個湖北都解封了 3月25號 那那個解封是不是假 是不是你說他假 他還行動證明了 他不是假 他們還低能度 繼續說 他們會湧來香港想求 人家開始在上班了 湖北的學 現在湖北 香港是在策劃四月中 那些學生上學 香港還未能上班 那這個是不是 這個行動 你怎麼可以說人家是假的呢 那別人中國 他都雷厲風行 他都封了 風錦地封 小區去封 那現在人家 人家把小區全部解除 然後他發覺 突然間多了很多無確診 在河南 他透明給你聽 說有這樣的問題 他立即小封 用小區封了那個縣 但是現在你反過來香港 我對不起你們不喜歡聽也好 你們林鄭做得差嘛 我記得上個星期 和你做節目 就是大禮拜五 就突然間 新聞上就說 開始 才去 要些食肆 就要做一些行動 隔開些去坐 我知道過去這個禮拜 有很多茶餐廳 都沒有理會林鄭 我看到有某一些 不怕開名 我覺得做得好 泰兄 或者是 我看到 starbutt 他是隔著桌子 已經貼一張膠布 不讓人坐 美心也做得好 這些是 他做得好的話 我提了你的名字 我當賣了廣告 免費送給你 因為你做得好 但是我看到很多不是的 客人來到 就照樣的坐 你們也鬆懈 接著 OK 林鄭還在電視機上很無恥 有成效 有成效 每天三、四十鐘 是不是 接著 原來做漏了 我又不同意 是因為這個 食肆的 這件事 究竟林鄭做得不好 你為什麼 我正在做節目這一刻 其實為什麼不是一個星期前 已經封酒吧 為什麼要拖這七天呢 我不是為林鄭去解釋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 政府都很體諒 我們很多小市民 或者一些小店 不去到最後那一刻 都不想影響他們的心界 但是你要反過來說 你為什麼又不體諒 香港人的生命安全 可能我們人民很蠢的 不會死 但是你酒吧的確 你去到昨晚 累計到六十幾 所以 昨晚 晚上八點三就宣佈 要封 這樣 明明這個封的行動 分了三次做 第一次就是上個星期五去做 然後 禮拜中 就開始封卡拉OK 麻雀館 第一次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質疑你 為什麼你不封卡拉OK 麻雀館 搞了 最後搞到最後 酒吧才是最後封 但問題是 一個禮拜前 已經聽到很多個案 在酒吧上搞了 如果你現在封酒吧的時候 你就說 已經累積了六十二個個案 是關於酒吧的問題嗎 問題是 如果你一個禮拜前封 可能是二三十隻 這個也是說 政府裏面的行政 他的思維要改革 不是 你是要決斷 因為過往政府 你見他一直做事 那個方法都是 希望小政府 大市場 他自己能夠調節到 不是 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裏面太多黃絲 他經常說 我們這個香港政府 沒有普選 就沒有正當性 他沒有正當性 就希望做事就很立落 就經常看民意 民意就是被傳媒操弄的 你應該有一個執政的自信 就是 我今天 坐在這裏執政 我就是一個合法政府 全世界都承認 一國兩制 在香港合法實行 普選不附軟 任何什麼 合不合法的 為什麼有普選就合法了 普選就選了特朗普出來 特朗普又到處去亂搞 是不是 甚至美國那個普選政府 發動戰爭 侵略伊拉克 敘利亞 不要說那麼遠 你問題是你執政要有信心 你要為人民去做事 現在香港人民鬆懈 你就要預先去做 你不可以說 因為 有些傳媒操弄 就說 哎呀 封了卡拉OK很不方便 然後拍一個男人說 哎呀卡拉OK好 國安全啊 這樣 那些傳媒說 你狠化你 玩你 你就立刻 把事情拖過來做 哦 出事你才去封 卡拉OK出事了 封 接著呢 你拖了一個星期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有這麼龐大的商界的實力 叫你阻止去封酒吧 但是酒吧最後累積到的case 太多了 你去封 根本是大家一看就知道 這個地方有問題 而在外國的政府都封了 在泰國這麼注重旅遊業的地方 封了很久了 嗯 而香港現在是668個現有確診 我說累計確診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我現在說 我現在香港已經用了668張病床 如果現有確診上1500、2000 那你知不知道 在紐約 那些警察 是請病假 簡直是不做的 香港警察沒有 因為怕執法的時候 會惹到 而且去執法 現在紐約政府是不夠口罩 他就索性告病假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當香港醫療系統給你這樣的遲疑 你明白嗎 在抗疫的時候 你一定要緊張 你不可以慢一分的嘛 你不可以只是想著別人的商業利益的嘛 當醫療系統一啞解 醫護就真的大條道理說 哎呦 進去救人 救人 我會倒閉的 我不做了 我罷工了 或者告病假 然後 那個死亡率就幾何級數上了 當醫療一崩潰 但他們的死亡率 那些死亡率 看著意大利 六個百分比、七個百分比 現在升到11個百分比 現在死四個人 你可以鬆一下 但你們是不是真的想著 香港搞得很黃的時候 大陸會救我們嘛 那麼大陸的醫護不是人命來的嗎 你不可以這樣做事發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因為管理想這條片沒那麼長 但這些話我想一次過罵 亦都不想開這麼多條片 在這裡一次過罵,沒有形容就一次過了 嗯,好,我們一定會支持何志光的 多謝大家